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BetBet 我是Gainnerve 我是Myler 我们是三剑客 欢迎收看我们三剑客之传的第三集 不知不觉呢 我们来到最后一集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人 我们今天呢 轮到我们这个Myler 这一集的专场 那如果大家还不知道的呢 其实我们三个都是做戏剧的 我们的正职是戏剧老师 我们在幼儿小学中学大专 跟一些社会的人士的班里面指教戏剧 Myler是我们两个的老师 好老哦 白头发 真的 然后现在我们从Myler的学生 也变成了老师 跟他一起做伙伴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Myler的年龄跟我们是有一定的差距 可是不代表Myler老 其实Myler的心境是非常的年轻的 外表其实也看起来不是很老 有白头发不代表老 这个白头发是染的 染上去的 挑染 我们一直越描越黑 一直解释 这是我特地的 Myler已经教了二十二二十三年的CG 然后 然后坚重培养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学生 就算他们毕业了之后 没有走上CG的路 其实蛮多也成为成功人士 这样子的 就算不是很成功也好 至少在他们的人生里面 是有达到一定的成就的 当然也非常多的学生 毕业了之后也有当 有当演员 有当DJ 就蛮多蛮多的 那我们今天是要来更认识Myler的吗 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看Myler为我们准备的 他的这个影片 这样子 OK Let's go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位 是最老的剑客 Myler刘佳荣 没错 左边在一个很像ET的小男生 就是他了 屏幕都平平无奇的他 中学毕业之后 学人家跑去念戏剧 念完戏剧 就跑去搞戏剧 做戏剧老师 那个很出名的Myler饮料 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纯粹是因为他黑到像Myler 最近他跟两个好朋友 搞了一个三剑客频道 嗯 他歌声麻麻 但至少爱唱歌 从家里唱的去比赛 从比赛唱的去录音室 从录音室再唱的去大舞台 看来他真的很喜欢音乐 他创作了一些歌曲 目前是马来西亚环球音乐旗下的词曲创作人 他的超级偶像兼女神是Maria Carey 为了他练了30年半同学的海豚音 你没干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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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Maria Carey合照了 是合照 但 是假的 是披上去的 哈哈哈 他平日爱写写书法 可是他的书法乱脏无序 纯粹靠感觉 除了这些 他还会煮一些小菜 还煮到上报纸做窗 这些就是他煮的 有没有感觉很美味呢 嗯 他搞戏剧20多年 演过了不同的角色 从8岁 演到80岁 男人 女人 动物名人 杀人 天使 神仙 包公 有头发的没有头发的等等 现实生活中 古普通通的一个男人 在舞台上却经历了不同角色的人生 也因此丰富了他自己的人生 他在马来西亚两大颁奖典礼上 绑成目围了多达25次 有8次得奖记录 包括最佳编剧原创音乐十大剧场精英 戏剧推广大奖和三次演员奖 他最开心的不是自己得奖 而是看到身边的人比他更开心 特别是那一个wetwet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夸张到没有朋友的样子 以来的名人的主角 至于舞台上却一位 这代表的代表是腾架 一位女士 RIM 她贞 上一次 您还负责 我负责 你也负责 她负责 M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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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o一辈子只打过一份工 就是当一名戏剧老师 一当就当了23年 每一天他都风雨不改 来到不同的地方教戏剧 协助他们搞舞台剧 办戏剧生活营 陪伴孩子们成长 他说当戏剧老师的收入 虽然不多 但满足感和成就感 远远超越了物质与金钱 2019年 他推出了马来西亚中文戏剧 第一本有关戏剧教育的书 记载中文戏剧教育 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史 除此也将他20年的教学经验 记录在这一本书里头 这一本书 第一版推出了三天之后 就正式受庆了 马来西亚中文戏剧教育之路 七驱难行 他希望为这一片天空 贡献自己小小的免礼 讲到这里 你想支持脉络 买一本来收藏吗 没错 现在就是广告时间 叹叹 想买的可以到他的Facebook 或Instagram联络他哦 好就介绍到这里 Bye 那个Ending人觉得 卖书 打广告 真的 那个意想不到太绝了 Oh my god 来你们 我觉得自己看自己太好笑了 太奇怪了 那感觉 你终于懂我们的感觉了 是很奇怪 我真的觉得我们三个人做的影片的风格都很不一样 就是Kenneth的真的是比较很正规很严肃的 OK 然后也不讲严肃啦 就比较正规一点的感觉 像看自己的纪录片这样子 OK 然后我就很费咯 然后Milod的这个独白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 其实我觉得 哎呀 我应该也要这样子做 没有 可以省下大家找你的那种时间 就是你讲那个是我 那个是我 那个是他 马上就可以看到这样子 OK 然后这样子咯 哇我真是没有想到 Milo 就这样加了20多年的戏剧 然后我是占据了他 50% 以上吧 以上的那个时间 我觉得这个东西 很奇妙 来 Milo要哭了 我是笑到流眼泪 因为我很容易流眼泪笑也会哭的 OK 真的 我就是觉得很奇妙咯 嗯 他教了 他是我的老师 他教了20多年 然后他入围了那么多次哦 然后我是第一个 我是见证他第一次 拿最佳男主角 是男主角吗 男主角 男主角 男女一起比 是 主角 我是第一个见证他 第一次 得这个主角奖 他之前得过配角 得过一些比其他角色奖 可是第一次 哇我那天真的是激动了 我觉得 你激动到吓死我 其实没有看到Kenneth 是因为拿拍这个东西的人 就是Kenneth 是是是 真的 因为 我是从小看Milo演戏到大了 然后 看到我演他的戏 然后他演了很多很好的 很好的戏 都入围 可是都没有拿到 我就觉得很可惜 包括前几年有几次 我们在台下 我坐他隔壁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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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那个名单 我 我跟另外一个 Milo Milo 可是很丢脸 是没有 他没有拿的 是啦 你们真的是 害我女到 我觉得蛮丢脸 不过 真的 那一天 我们一起约出来 等成绩 那天 哇 真的是终于 一讲到 Milo 哇 那个心情真的是 太激动 我觉得 很历史性的一刻 跟 我觉得很荣幸 可以 可以在那边 就真的 I was there I was there I was there Milo got it 其实奖项对我来讲 你们都知道 其实我并没有太在意 可是 我非常感动 非常开心的是 我看到身边有人 为我开心 而且你们的开心 是超越了 我自己得奖的开心 是的 我们比你还开心 是吓死我 你们懂吗 你们的反应 然后我觉得 就很有 很有福报 就是有身边 有一群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了 而且 一些观众还不懂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烧烤店那边 看这个直播 我们还被骗 我们喊到那个 waiter都进来 没办法 服务员都要进来 阻止我们 可是我们太大声了 这样子 因为可能麦洛经历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他没有办法 可能像我们的影片 这样子一段一段 他就是一堆 然后就是一起啊 你看完他啦 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 我的导演作品我都没有放出来 一部都没有 真的很多 你们想象不到很多 就太多了 然后其实我的感觉 有点跟webac一样了 是 我很庆幸的是有大半 一大半嘛 就是继续教育的大半 因为我是17年嘛 17年 所以你教了23年 基本上是前面的三四年 我是没有什么link到之外 基本上 从那个时候 我就见证你演的所有戏啊 导的所有作品啊 然后也很庆幸的是 你可以比如说 见证你得奖啦 见证你做了很多东西啊 也帮你出到一本书 这样子啊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很 真的是很奇妙的 你怎样知道你被一个老师教 然后有机会你跟他一起工作 然后你就帮他出来一本书 我觉得整个缘分 真是讲不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 机会是什么 自己创造 可是我觉得这种缘分是很重要 可以见证这种时刻 然后一个人可以工作 在戏剧教育 你可以教20多年 而且你不是只是 你不是讲你在中学那种 教同一个科目 教20多年那种感觉 是你会一直 教戏剧这个东西 而且是陪伴的 对 教戏剧这个东西 然后怎样教20多年 我至少到我目前 我是没有看过人家 可以教中学小学戏剧 或者教大学戏剧 可以教20几年 有啦 有吧 我近在为止 你要一直在同一个领域 20几年的人 其实真的是不多的 其实我觉得啦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 也很难这样子聊 跟越来越难找那种 可以坚持这么久的人 所以 真的是很开心 虽然你太多内容 没有办法放进去 只能一样少过少过少过 看完 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 大概认识到Milo 应该 哦 他是做这个咯 有得过这个咯 得过这个咯 然后有点简介的感觉 因为太长了 大家看不完 不过没关系 只要你留守我们这个三件 个频道你一定会慢慢的了解Milo 这样子的 嗯 我觉得真的缘分这种东西 你看Milo的 我就演了Milo十部戏哦 哈哈 我就演了Milo十部戏哦 然后真的 我觉得有 我马来西亚戏 有Milo这个人哦 真的是很重要的耶 我怕我现在讲了 我讲给Milo很多压力 可是我是认真的啦 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 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 呃 在我们的剧场界 有很多东西我就不讲 不过我觉得Milo 有一个很好的点是 他在倒霉一部作品 他都会去考量 哦观众 观众看戏的心情啊 OK 这部作品会多不多人看啊 大众会不会看啊 我觉得 呃 搞艺术哦 呃 很多艺术家是不会去 呃 不会去在意这个东西 就是观众看不看得懂 观众会不会喜欢这个点 OK 我觉得Milo是会的 所以 呃 剧场界有Milo哦 真的很重要 因为要不然的话 我们怎么样 让更多大众去接触 看画剧 看舞台剧这个东西 要不然大家在家看电视剧 看电影就好啊 不用去看这种艺术价值的东西啊 不用 所以真的 有Milo倒的戏哦 就好看 哇 越讲越压力啊 好恐怖 恐怖哦 怕哦 放心啦 我们很多身边的人 是没有看我们的频道 OK 我们可以吹到你神这样子 你也不用怕的 OK Milo倒的戏真的好看 其实我 我自己本身 我没有太多东西要讲 可是我 因为我的人其实是很简单的 然后我有一个特质 我觉得是我自己一个很好的点 其实我很坚持咯 就是我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 可能也因为这样子的性格 造就我在我喜欢的领域上 我就一直坚持走下去 我并没有说想要为自己去闯什么 拿多少的奖啊 闯什么名堂啊 Milo有多厉害啊 多重要啊 我其实都不会想这些 因为我只知道我喜欢做什么 我在做这什么 跟我做的这个东西其实对我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然后我可以给到别人的人生带来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我在戏剧的领域我找到 所以that's why我会一直做下去 这样子了 正如三千课 我会觉得我们做到很有意义 然后我们就继续做下去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了 这样子 嗯 我觉得在演艺圈 演艺的世界里面 演这个字啊 能够有这样的心态 真的我觉得真是只有教育者会有的 因为你看啊 如果你要成为演员 当明星 还是当艺人 你多多少少一定会要有一些竞争心 竞争的态度在里面 不然你容易被淘汰 可是Milos刚刚说的 真的只有我们做教育的 可以比较会有跟会接受得到 我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种 我们的 价值观 对 那种价值观 这样子 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越来越少的一个价值观 这样子 OK好 我 不知不觉 就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 跟我们这个 第三集的大结局的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这个快文快答的环节 OK 我大概会想到你们问什么了 我可以让大家知道 我跟Milos是天秤座 我们是有极度高的选择障碍症的 所以你要刁难Milos 你是要给他做选择的 而不是问他那种 如果你会怎样这样子 OK好 希望我的这个问题可以刁难到他 好 我先问啦 第一题 世界上只能剩下肉干和粽子 选一个 哎哟 简单哦 肉干 你不是很喜欢吃粽子的吗 肉干是他的Top 1来的 怎么可能会有东西 可以什么 可是 粽子你 其实两个我都喜欢 只是说 哎哟不解释吗 对不对要解释吗 对不用解释 OK好 我的问题是 因为你是油脂嘛 你就不是 土生土长的基隆坡人 你有没有想过要回家想发展 没有 OK好 第三题 你说过最直接伤害到人的话 然后是对什么人 你不用讲名字 可是你要讲他是朋友还是什么 你要讲那句话出来 OK 我们分手吧 我的女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哇 OKOKOK 我觉得很厚啦 那时候很厚 很厚很厚 是不是 对你来讲 对你这个天秤座的人讲是很厚的 你是精彩的 厚的难讲 OK 如果没有办法教戏剧了啊 你会选择做什么工作 做你的员工 哈哈哈 其实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哈哈哈 你快点成功了 我做你的员工 你请我可以吗 三件课快点成功 我请你做简介的影片 哈哈哈 OK OK 这个很容易啦 三件课 你最喜欢的歌 好多哦 那你可以讲你的偶像就可以了啦 哈哈哈 你讲三件课 就是我们在试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 你不用想讲过的嘛 这个是快问快答 三件课你试过最喜欢的歌 我不会想 我不喜欢偶像的歌咯 那你快点讲啊 快点啊 我最喜欢应该是 是 旺吧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给我很大的感触 OK 好 如果有还有机会的话 你还想不想结婚 哇 你讲到好像他现在不能结婚 有机会的话 现在没有另外一半嘛 肯定解不到嘛 这样有机会的话 我有两个答案 第一个闪过的想法是不会 第二个闪过的想法是 呃 看状况 哈哈哈 可以你要快问快答 所以答案是 没有我同时 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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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还是不要 123 Either讲要 Either讲不要 有机会了 要 要啦 good good next 啊 这个很好笑 Maria carry 你公开单独约会 一个小时 你要给 一万块马币 一个小时哦 一万块哦 你会去吗 现在不会未来会 现在不会未来会 我要存够钱先 也代表说 我愿意花那个钱 就是 就是会啦 就是会咯 就是会咯 刚好我们的题目有答到同一个人物 Maria carry 所以如果跟你求婚的话 你会答应吗 会 会 啊 你滴滴滴滴 不用滴滴啊 哈哈哈哈 路追得要去是不是 对啊 OK 呃 这个也是你现实啦 现阶段呢 你比较向往 谈恋爱还是谈结婚对象 现阶段啊 我向往 单身自由 我给你的选择是 谈恋爱 还是谈结婚对象 结婚对象呢 我这样老了还谈我恋爱 蛮讲的嘛 可能就谈恋 啊 OK啦 哪里next 他那里还要花时间 那里懂就大要懂嘛 可能有些人就是想要谈恋爱嘛 OK 这个问题是 三剑课这个发展 给你 为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 哇 这个问题 难快问快答的我 你就讲啦 就讲啦 反正最后题好了 很累 多了很多东西做 哈哈哈 很烦 免要想歌 呃 呃 原来我跟 呃 现在这个时代还是可以 connect的 哈哈哈 就不是过死了的人咯 呃 呃 这样子咯 good answer 跟我那个给量2.2万的人 认识到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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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啊 我们的这个怪怪怪的环节也到此 到此 然后啊 我们的这个特别的3期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啦 OK 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认识到我们 应该会 我觉得是会啦 怎样都有一点的啦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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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想 我们认识你 就么 我们都没有想到认识你 那没有三天啊 三天我在那边等那哥 你不是在那边讲废话 那 因为通过这个频道 我们也认识了世界各地很多的 不一样的朋友 认识了生米啊 认识到火星人 认识了迪马基的粉丝 认识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 然后我们也希望 借此这三期的影片 可以跟大家做更多的交流 所以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多多跟我们交流 然后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一一的回应你们 可能我们未来 可能可以做直播 然后现场回应大的问题 这也要看以后怎么样啦 因为这次我们没有做过 跟我们是零 零知识 零经验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东西 我们只是懂有这个直播的功能 所以再看以后是怎么样啦 不过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开始就会做reaction歌啦 ok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呢 记得要按赞订阅和分享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的视频影片出现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 同时要来追踪我们的BidiBidi 和Instagram 在那边跟我们多多交流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呢 也来Patreon support我们一下 来Patreon啦 OK support我们 OK啦 好 我们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法掌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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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掌摏